力道是比較強 大概有5.4之多 可是呢 像成長國家以後 尤其如果轉到歐元區的話 擔心壓力就比較大 剩下0.1個百分點 所以最近有些衝擊性的效果 再一點要看到的是 大陸推房產稅來受阻 這個部分等一下兩位 可以好好來發揮一下下 文家寶制度改革要認真 推房產稅 今天的話題開始 事實上今天早上 是造成衝擊跟影響 讓大陸股市一度跌幅 擴大到2%之多 推房產稅 結果受阻 讓最後的疊勢再進一步的收斂 同樣這個中概的十多頭 建全先生你怎麼看 其實呢 這次大陸的一個部分 大陸股市 我認為還是往上漲 尤其是它擴大 QF跟ReQF的一個額度 它從整個調升到15% 那我們認為呢 這資金是不予匮乏的 那今天大陸股市呢 因為推房產稅 大家知道之前 溫家寶的一個部分 重要的一個政策 就是在打房 因為呢 貧富差距的一個部分 已經拉大了 所以呢 它要壓抑房價 但是呢 我們觀察這一次 大陸股市漲最多的 就是銀行股 跟整個地產類股 所以呢 我們認為這只是 多頭反彈的一個 一道小菜 那我們認為呢 這個改革會持續 但是呢 我們認為慢慢影響 整個大陸股市的一個影響性呢 會慢慢的一個降低 好的確這壓力也是很大 但是我們再補充一點 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看到這個重點的 頭版頭的消息 尤其我們來看一下 到的是CNN喔 CNN最新的訊息裡頭 也一併來掌握一下下 我們所看到 整個Breaking News裡頭 CNN的一個最新消息 所看到 日本兩大航空公司宣布了 停飛波音787夢幻飛機 停飛波音787夢幻飛機 這話題很有意思喔 你看這飛機787夢幻飛機 它的座位大概有多少 一小段座位 這是波音出來 大概250多個座位 可是呢 如果A380它是空中巴士 這個空中巴士 大概可以坐到800多個位置 這狀況其實不太快 A380跟787 你聽起來好像距離很遠 可是呢我特別把他叫出來 為什麼日本要停飛 各位 光從週一週二週三這三天裡面 出了四次的事情 所以 現在日本政府已經下令 這些飛機要有進行一個停飛的情況 包含什麼呢 禮拜一電池 電力系統電池起尾燃燒 沒人太胸 禮拜二看到 禮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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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架飛機的左後輪自動出問題 左後輪出了問題 所以 跟著也是一個停飛的情況 你有沒有覺得說 這好像很有距離 再講一個更近的 近的更近是什麼 現在我們的華航長榮航空的話 尤其我們來講到長榮 長榮 長榮花了 長榮花了 272元 叫做換機計畫 買誰 就是買這些飛機 而且 在桃園機場裡頭 有些人 趕快再整地 為什麼要整地 因為 這些飛機都是重量級 有800多個位置 飛機整隻很大塊 所以你的地 一定要整地 情況之下 才能夠順利停機 或者是有些維修動作 這概率絕對 絕對是切身有關係 好 再看下去 剛剛看到的是 在CNN的部分 另外 大陸海關總署 質疑 博質疑 捍衛出口的數據 大陸海關 這個捍衛 有不少的小故事 不過 這個開始的話 也聽聽看我們製程的觀察 大陸的部分 這個送禮 他提出質疑 人家說 你看到送禮 你說你出了幾歲 但是外國的國家裡頭 他就沒有出了幾歲 搞起來怎麼會 所以人家質疑你 他提出了反駁 你的判斷 我先把這個數字 先跟大家說一下 去年12月 整個大陸的一個出口來看的話 官方公布的數據 是14.4的成長率 相較於11月的2.9%來看的話 大幅度的成長 可是我們可以很明顯的 了解到一個現象 所有大陸的出口 照道理應該去給歐洲 美國 或者是一些我們所謂的 所謂先進的國家 可是現在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照道理他們的狀況都不是很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數據呢 這個數據很奇怪 我們不是最近都鎖定在大陸的成長 都是以內需為主嗎 出口往上成長 幅度這麼大 這道理是真是假的 連我都有懷疑 對 連你都有懷疑 是的 你要舉差嗎 我要舉差 你舉差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相信大陸的一個公佈數據 為什麼要這樣提到 好 大家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從台灣的一個經濟數據來看 11月是不是往上成長 12月也是往上成長 所以台灣第三地移轉出口的一個部分 很多都是從大陸的 是 那我們說整個經濟成長 出口成長 都是跟去年在比 2012就跟2011年比 是 那基齊的一個高低 大家知道說 它數字說假 我們認為歐美國家是 真的是認為 看不得人家好 就是吃不到 建全 你把他拿到混水公司嗎 灌水公司我們認為是 混水公司 什麼都是假的 財報 只有假財報才是真的 為什麼 混水公司它本身是在美國 美國人 這個老頭子 他在大陸在生活大陸 在打出的 結果 他專門查的就是 大陸的假上 所以他叫混水公司 查一個 叫做 加林地 加漢林業 加漢林業他怎麼說 他說他幾坪的 這個土地在那裡 而且是上市上位公司 混水公司為聖明大招 是因為大家去榜康 他看這個公司 大家去榜康 說給這個突英集團 結果加漢林業 大家去查說 加漢林業是不是有很多林地 有有有有 就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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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一查 一片都沒有 你真是笑的 一片都沒有 好 再講一個 很多性民機構的話 尤其在國內部分 看你不太順眼 成長這麼快 真的這樣 一查到他說 你調教我性民 我自己也弄一個大工 性民公司 大工啊 大工資政的大工啊 大工性民公司 我也你降我我也降你 誰怕誰 互怕互 是這樣子嗎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 BREAKING NEWS前面有一個 就是說 它就是說 新興國家不要趕快用這個 趕快用下盟要 那大家 其實我針對 就是說歐元地區或者是美國 都在印鈔票 連日本都是算開發國家 已開發 所以這就有一句話 說 他們在台人放下 的時候說 你買車放下 等我放下 你再來放 現在就是怕說 它怕新興國家也開始降息 是 數鈔票 那就變成貨幣之戰 是 所以呢 它不希望樂見 它現在變成說 我印鈔票印多一點 你們先不要印 整個就弄壞掉了 對 它怕整個布這個局是這樣的 那剛剛 剛剛舒田提到 其實美國還有一種叫做 吹哨子 就是說 它知道裡面 有什麼 侵犯到別人的一個專利 它就直接 噴鼻鼻鼻 就是說 你侵犯專利 我要控告你 那叫專利蟑螂 所以呢 美國 大家可以知道 做這些壞事情的 像說倒債的 也是啊 像說歐元區有美國 好像大陸地區 跟大中華地區 都沒有 所以呢 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說 錢摸開 鈔票別人印 這是 其妙開但鈔票別人印啊 就是說 其實剛剛在建築的部分 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觀察裡頭當然 我們剛剛覺得 這個混水公司也好 或者這個佳漢林業也好 其實都是個別公司 個別歷史 裡面的情報名也有啊 人家馬雲做到這麼大 今天最新消息 有五月 他就要退出去了 這個CEO換人 而且是找年輕姓氏帶人進來 這個精神真的不簡單 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繼續要鎖定 今天 今天禮拜三 重要的是在做保險喔 保險裡頭有哪些重點呢 尤其你這個 現在這個年節開始 你可能要出去玩 怎麼保 對你最為有利 能夠把小錢變大錢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現場上飄 按速紅燈 那我們來合作吧 清楚定每週一到週四 晚間八點半 理財科技大小事交給 Tenite Segget 不是不只是加權指數上上下下 匯率升扁到底代表什麼 產業賺不賺錢 跟你我有什麼關係 互動式的財經平台 帶您深入探索美的資訊角落 全新改版內容升級 進行鎖定三立財經台 1900財經行為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有本事 那你要評價本事 接下來的節目 我有事情的 生活經濟的收入 不管是 一上一上一上 今天不是價值 價值的力量嗎 那我們來合作吧 清楚定每週一到週四 晚間八點半 理財科技大小事交給Tenite Segget 人權律師伸張正義 特教老師不助弱勢 立法委員為名猴捨這些我都做過 現在我要監督政府打擊不公 新時代新台灣需要前進的動力 我是徐國勇 每週一至週五晚上九點 台灣要陪你全進新台灣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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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夢的笑著是壞 一起訓 最朝最夯的養生密碼 五隻手指可以看健康 養生教主為您大揭秘 心肝脾肺腎 五行五臟怎麼保養 鳳梨韭菜奇異果 素身不把UPUP好成果 十一柱形 居家風水 春夏秋天